丧偶带俩娃的贺兰夫人,为何会被自己的妹夫唐高宗相中呢? 贺兰夫人作为武则天的亲姐姐,在武则天即将临盆时,进宫照顾一下,也无可厚非,但贺兰夫人的野心却不小,在照顾武则天期间,与自己的妹夫李志眉来眼去。 贺兰夫人很会抓住机会,她每天给李志送一些膳食,制造出独处的机会,在适时的伴柔弱,狠狠的抓住李志的心。 男人果然经不起诱惑,没过多久,二人就搞在一起了,贺兰夫人虽然人到中年,但保养得宜,皮肤白嫩细腻,一双眼睛更是饱含水光。 此时李志的后宫并没有多少女人,曾经的王皇后和萧淑妃,已经被武则天残忍杀害,除了武则天,其他人也都被改为女官。 李志虽然不愿意,但也无法阻止,可又免不了寂寞难耐。 这时候出现的贺兰夫人正合李志的眼,就这样,两个人滚到了一起,贺兰夫人不仅要李志的人,还想要实打实的权利。 为了达到目的,贺兰夫人开始给李志吹蜿蜓,不断的说武则天的坏话,适当的温柔,善解人意,让李志已经不把武则天放在心上了。 与此同时,武则天迷恋上了朝政,对于贺兰夫人和丈夫的事,选择先隐忍,贺兰夫人却认定,武则天不会是自己的对手,自信满满的贺兰夫人最终还是被武则天残忍杀害。 贺兰夫人短暂而精彩的一生,暂时落下了帷幕。 在自己妹妹难产的30秒钟,一选择宝大还是宝小,贺兰夫人给出了答案,她选择舍弃妹妹,原因竟是她爱上了妹夫,姐姐爱上妹夫,就要亲妹妹不顾。 贺兰夫人是一个寡妇,还拉扯两个孩子,武则天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,有武则天在,贺兰夫人可以说不愁生活,甚至武则天为了让贺兰夫人享福,还特意请她来宫中照顾自己,没想到却引狼入室,贺兰夫人在得到好处之后,便想要废掉武则天自己做皇后,看来贺兰夫人不甘心过普通的生活。 可是武则天也不是吃素的,武则天心是宽容大肚,不吃醋,不找事,但贺兰夫人很好,让贺兰夫人放松警惕,再一招致敌,为了一个男人,至于吗? 此时武则天心中只剩下了对权力的渴望,没有了半分心情,如果贺兰夫人愿意安稳度日,那她的靠山就是武则天,对于武则天来说,姐姐何尝不是最近的亲人呢? 而贺兰夫人却还在抱有侥幸,她认为李志是爱她的,是能够保护她的,然而她看上了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,却又不甘自己活得平庸,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结局。 坑娃技术哪家墙,贺兰夫人直接把女儿送给老公,简直震碎三观,不要误会,这个女儿是贺兰夫人跟前妇生的,但母女共事一夫,多少听了让人觉得不舒服,可能知女莫若母,母母的脾性狠细想想,一样的有野心,只不过贺兰夫人可为她女儿会谋划的多。 贺兰夫人与李志四通,怀上了孩子,表面是接女儿来陪伴,实则是怕自己没有名分,恩宠又不在,让女儿勾搭李志,来巩固自己的地位,听起来可真是离谱呢。 尽管如此,女儿还是费尽心思的勾引皇帝,在电视剧《武则天秘史》中,她是贺兰夫人的女儿,叫贺兰敏月,被李志奉为魏国夫人,整日交纵跋扈,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 在得知自己母亲是被武则天暗骇,就开始报复武则天,不仅勾着皇帝,还不放过武则天的儿子,引起两个儿子的内斗。 贺兰敏月,本可以靠着美貌与年轻,稳稳地勾搭住皇帝,从而获利,可惜她还是阅历太浅,武则天一下子就能够看出她的心思。 再三权衡利弊下,武则天还是借别人的手,毒害了贺兰敏月,贺兰敏月年纪轻轻,却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失败者,就像一朵花,还刚刚盛开就凋谢了。 皇家争斗,就是这么残酷,女人不狠,地位不稳,武则天能成为一代女皇,也不无道理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咱们下期再见了。